这一季,我们的歌的表现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 也许,正因为如此,肖敬腾与张奇所重新演绎的《武家坡2021》才在 《我们的歌4》的舞台上特别突出,这似乎正印证了那句创业容易守夜难 当然,在阴宗泛滥的内娱领域,一档综艺得以建立门户,打造品牌以致深入人心 非但不易,而且是一件甚为困难的事 从第一季的口碑爆裂,收拾甚高,到第二,第三季的表现尚好 状态上可,再到第四季的平平常常,勉强过关 我们的歌似乎也难以逃脱大多数综艺虎头首尾的弊病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在三个方面比较突出 歌手的咖位,虽然歌手咖位高低这样的表述 多少带着一些不确定性与主观性 在不同人的眼里,同一位歌手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歌唱水准与咖位 但综合来看,与第一季相比 我们的歌似歌手的整体咖位似乎的确是偏弱的 这样的表现不但体现在前辈榜样歌手身上 同样也体现在新生歌手身上 拿前辈歌手来说,在第一季就有《费玉清》、《人贤奇》、《吕克琴》、《周华健》、《纳英》、《蔡建雅》等 这样的前辈歌手阵容,放在哪一档《银宗》节目中,都是顶配与天花版级的 编曲太用力,从我们的歌似这一季来看 选歌也许还是恰到好处的 但许多曾经的经典老歌,在舞台上唱出来后,却似乎有些不通不痒 为什么这些我们的歌,唱出来后却仿佛与我无关 问题也许在编曲上,拿刚刚播完的《我们的歌4第17》来说 你的样子变了样子后,有些凌乱 而同样是林志炫的表演 因为爱情,用高贵的爵士乐编曲来承载普通而平凡人的爱情世界 明显用力过猛,力道大的结果往往会过犹不及 互动应加强,我们的歌的舞台 由于有前辈歌手,中间力量,新生歌手的区分 在制造话题的同时,加深了众歌手对我们的歌的共同感受与信念 通过三代歌手之间的沟通,交流与融合 使节目更趋意以感与趣味性 在《我们的歌4》,虽然不乏三代歌手之间的有效互动 但却缺乏如《我们的歌2》中 飞行嘉宾空降时带给大众的意外惊喜 飞行嘉宾看似局外人,而与三代歌手之间的互动 往往会擦枪走火,放出光彩 《我们的歌4》已经完成了十期节目的播放 嘉宾们以各种组合的形式演唱了很多首歌曲 遗憾的是,除了《吴家坡2021》小小出圈了一把之外 其他的歌曲几乎都驶沉大海,没有掀起太多的浪花 却综艺感歌手化学反应差 《我们的歌4》本身应该聚焦在合唱上 节目组却想玩出新花样 每期节目都搞个尴尬的团建活动 又是趣味足球赛,又是跳到市场的 一顿操作猛如虎,节目开始半天了都不唱歌 满屏的尴尬,完全没有任何的笑点而言 究其原因,这一季的嘉宾缺少化学反应 大张伟,张远的综艺感还能稍好一些 其他嘉宾基本上都比较内敛 彼此组合之后也缺少融合 1加1最后并没形成大于2的效果 真人秀部分就会显得很无聊 主持人也格外抢戏 没事喜欢磕CP 一言不合就cue新人点评演唱内容 本来新人不太善于表达 结果三番五次被cue 只能硬着头皮夸赞 隔着屏幕都让人尴尬 没有综艺感就搞煽情 大家初见面都要说说自己悲惨的经历 为了让孟会员唱自己的原创作品 节目中上演大段煽情的戏码 嘉宾也要配合着流泪 日新208万的明星确实不能让人共情 总的来说我们的歌四嘉宾完全没有打开自己 大大客客气气的录制节目 缺少思想上的碰撞 合唱的歌曲自然也难以让人感动 如此下去 东方卫视在阴棕领域积累下的观众 也快要流失干净了